各位朋友晚安 歡迎來到我們聖學悲心祈禮 那今天很特別來探討一個經常被忽略的議題 那今天我們其實在做這個人權伴桌的活動前的一個很重要的介紹 讓各位知道人權伴桌這個活動它的精神是什麼 它的源起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叫轉型不正義 其實我們要談的是兩種類型的不正義 一種是國家暴力下的不正義 另外一種是階級歧視下的不正義 大家通常都會忽略這兩者之間的密切觀念 所以人權伴桌是一個非常有想法的一個活動 它把這兩個議題經常被忽略的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四位講者 我先從左邊開始介紹 那最左邊的講者是東武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妖華老師 長期的關心台灣的人權問題 第二位是在座很多人都非常喜歡的 非常崇拜的前輩 陳欽生 聲歌 第三位是經常在社運場合大家都會看到的 鼓探 第一位是中演樂的彭仁鈺老師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 而且主要是在烘托我們2月29日要舉辦的人 所辦做這個活動 其實這個活動一開始是來自於我們陳欽生聲歌的一個個人經驗的故事 然後他把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洪仁鈺老師之後呢 洪仁鈺老師就跟一群年輕人開始就發想了這樣一種非常崭新 在台灣從來沒有出現過就是結合政治受難跟階級歧視的一種活動叫人權伴助 那這個活動目前呢還在公共的募資 其實各位有興趣可以上FlyingBee 目前已經大概有85% 就是他目前籌募給20萬的經費 目前已經打掉大概85% 大概是有15%的努力空間 所以各位聽完這個演講之後呢 如果你有興趣你也想參與的話 歡迎就可以上網到FlyingBee去支持這個活動 那我們先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先請我們的聲歌 談談他非常獨特非常傳奇的人生的故事 以及他的故事到底如何啟發了我們這些年輕人 然後進一步去發想出人權貫徒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請先歡迎聲歌 我真的是非常精彩 沒有想到一起這麼做的 各位大的完成這個活動 首先在這麼寒冷的touch裡面 各位能夠來這邊參與做活動 我非常非常感恩 我向各位舉一個動 感謝各位 其實要講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有關於轉型正義的部分 我們就請陳陳教授再見 然後辦書的後續動作 我們就去跟陳陳教授 然後那個游民的事情 就由我們一個幫派先進來講 我大致上講一下 那這個229辦書的這個 這個圓曲的話 其實我期待很久很久 可是我一直沒有一直沒有把他講出來 在我的人生當中 在我的人生最低潮的這個 身為那時候曾經為有名 是我低潮中的低潮 所以我在我的人生故事裡面 在我的那個口述歷史裡面 我一直都不想看起這些事情 我沒想到 三次的陳文臣子進去 辦的一個活動裡面 忽然間順口講了一些些 我曾經在街頭流浪的事情 就引起了他們 對這個幫助的興趣 我非常感謝他們 其實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希望說 那位主師曾經幫助過 那位主師曾經編信過 我那位主師 能夠聽到 能夠看到今天的幫助的活動 能夠出現在我眼前 這是我人生我最期待的這件事情 沒有這位主師的話 我想今天我也不太可能 站在這個地方 當然也不能說是 他是我唯一的貴人 其實他是點醒我 能夠繼續走下去 能夠看到我自己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啟發點 所以我對這位主師 非常非常的感恩 非常感恩 希望說能藉著這個二二九 這個活動 能夠引起他的注意 他今年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他應該已經差不多一八十歲左右 我希望他還活著這個世界上 能夠漸進看看 能夠以我自己的致命 我本身是馬來西亞僑生 我今天看到一些馬來西亞僑生來這邊 我也非常的謝謝他們 我的人生 在我二十一歲的時候 就把我的大好人 賢徒以及所有的希望 以及所有的那個 所遺跡的一些目標都完全 因為墨西我的罪名 被中華民國的KMT 所謂的中華國民黨 而壓榨奪取 把奪取了我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但是話又說回來 雖然中華民國 雖然是國民黨奪取了我很多很多 我的最最最最最正規的 那段青春的十月 可是當我見恨他的時候 他把我奪取我的國籍的時候 讓我成為台灣人的時候 我那時候這個是非常非常 恨到極意 可是今天想起來 看到這麼多的年輕人 看到這麼多的台灣走向一個更光明的一個 一個更願景的時候 我心裡覺得是 我並不後悔 我現在並不後悔 我八國被他們逼我 成為台灣人 其實台灣這塊土地非常的美麗 非常的可愛 我走遍了四十幾個國家 但回來以後 我靠著我自己的能力 走遍了四十幾個國家 我看到的 聽到的 見到的 很多地方都不如台灣 所以各位年輕人 各位朋友 如果能夠自己這塊台灣 這塊美麗的寶島的話 我想 這是我們在走近 最後一分鐘 那個人生的那個 那個時候 那個那個歲月的時候 希望能夠看到 台灣能夠站在這個世界來講 能夠發揚廣大 這就要靠不靠年輕人 年輕人能夠繼續的努力下去 我們年紀已經到一大了 說得不好聽 我已經是也快七十歲的老人 但是我願意把我剩下的歲月能夠提供 我雖然也不是台灣組織組長的台灣人 我雖然也是從台灣馬來西亞過來的橋上 我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政治施設 哪一個人 我對台灣我只是說 憑良心講 在這個世界裡面 我愛的只有台灣這塊土地 我愛的就是台灣這一群人 這麼熱情的一群人 尤其是年輕人 當我參加很多活動的時候 看到年輕人 面對著我們 表現出他們那種正誠的一種 一種情感的時候 這是讓我們繼續走下去的 很重要的一個活力 這個社會很複雜 非常非常的複雜 轉型正義裡面也許 我想 我也想提一提 稍微提一提 因為世界有限 我的故事我想 各位都已經很清楚了 我怎麼被抓 怎麼被刑囚 怎麼被刑囚 怎麼被破成為一個 所謂的政治犯 我都不太想這一部分 其實我有個 我站在一個 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立場來講 我希望新的政府有新的作為 我們不能說 我能夠代表這些政治犯罪者的心事 至少在我心裡面 唯有幾個 今天我一定要講出來的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說 曾經譴助我們這麼多年 不讓我們有機會翻身 不讓我們有機會上訴的 所謂的國王法案第九條 這個條例 希望在新的政府裡面有破例 能夠把它解除 這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是在那個時代裡面 是被法律所詮制著 用不正當的法律 用政治政治犯罪條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臨時條款 把我們研製著 我們也希望 我們在活著的時候 能以法律來解除我們這種詮制 我們也希望是以法律的方法 來告訴我們 覆益給我們 重新給我們 洗受我們的不白之言 這也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非常重視這一點 至於能不能辦得到 事物以待 我相信既然新的政府在選舉當中 他已經曾經講過 要從這方面去找所 第二點是失掃 我曾經成為一個 我從1983年 從綠島回來以後 我做了十二年的政治状以後 他不讓我回馬來西亞 他也不發給我生存證 所以我變成跟普派先生一樣 變成流氧這座的流民 游民當中 游民當中 雖然是 他有他的苦 但是 在我當游民那段時間裡面 我所知道的 我所讓人所了解到的 尤其是在這樣的天氣裡面的話 是最痛苦的 連睡覺都沒有馬上交的 連睡覺都沒有馬上交的 在導覽就是那個附近而已 大概我不談這一些 第二點我是希望 中華那個政府有魄力 能夠給予政治受難者 那些現在還活在黑暗當中 黑暗角落的那些 沒辦法像我們這麼幸運 能夠增加利益的那些受難者 我相信還有一群人 我們所不知道的 我希望新的政府 能夠有這個魄力 解破他們 讓他們在最後的幾年裡面 能夠有更好的人活 我並不希望說說 用台灣人的名字 用台灣人的錢 我們或是賠償我們 我不相信這個樣子 我希望是說 政府有這個魄力 能夠把國民黨 侵佔台灣人民的一些財產 把它拿出來 這些財產足夠以賠我們這些人 而且能夠造福更多的 台灣弱勢族群 我相信這點也是 我期待新政府 我會在 只要有機會 我會在這方面 去更進步的路面 第三點 我希望 希望國家能夠 真實地 遭告全世界 不是 只有台灣人 能夠告訴他們 我們這些 曾經在 不正當審判之下的 那些所謂的受害者 能夠 能夠回復他們 他們真正的身份 能夠告訴他們 把那一位 那一位 罪魁禍首 把他點出來 目前來講 我相信應該是 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並不是要經營 那個不講了 講下去 我是很難過 好 唉 我講到哪裡 我都忘記了 講到 最痛苦的部分的話 我想 我想 我是不是應該講下去 我不太想講 我曾經被 被 我看下 看下 我現在已經正空了 最後一點聲明是說 我希望 我常常聽到 有人說 要我們燃養 我們到底要燃養誰 身為一個病 被害者 我們要燃養誰 如果一天 家孩子不出現的話 我們要去燃養誰 我無從燃養誰 所以 我也希望 我們能夠公布 這些名單 我知道有很多的家孩子 已經在國外 他們生活非常的誘惑 相當的補助 其實 我們並不是要報復 沒有任何報復的形態 只是 給我們一個交代 可以 每次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想講 在2004年的時候 德國能夠做得到 一個小鎮裡面的鎮明 他們都能夠做得到 雖然他們也有個很 很強烈的反彈的聲音 那些反彈的聲音 那些反彈的聲音 是什麼 別把我們的窩 弄髒了 是不是 什麼句話 在2004年的時候 可是 那些最求轉型正義的 那些支持者 他是說 既然我們的窩已經髒了 如果我們把這個隱瞞起來的話 我們會髒 我們會髒 我們的窩會更髒 就像台灣一樣 台灣曾經發生過 台灣所說 發生過的惡霸的事件也好 白色恐怖的事件也好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這些 不應該發生的事件 把它隱瞞起來的話 對年輕人來講 對台灣的後代來講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也對台灣的未來的發展 是一條非常非常不好的一個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這些加害者的名 告訴我們 哪怕只是一兩個人 說跟我們說聲對不起 我們上面 我們也能夠心安 這就是我想提醒各位的 我非常期待229伴座這一天 我希望說我在勞國 在綠島所學的一些東西 能夠展現出來 各位 我不知道各位 會不會參與這個229這個活動 如果的話 我願意展現我曾經在綠島 在廚房裡面的一個手藝 我會煮很好吃的麻香咖哩 以及我們的蔡坤寧太夫 蔡前輩 他會煮台灣或日本式的咖哩雞 我們兩個是非常非常麻糬的 我們自然是年齒 年歲差了20歲 可是我們形同父子 我非常尊敬蔡前輩這個人 他在我的人生 後半頓裡面 給我非常非常多的鼓勵 非常非常的鼓勵 今天我要好好地謝謝他 今天我要好好地謝謝他 我今天亂了 我不知道 但你找不到我所要講的東西 不想 我再稍微提醒好了 我在1983年 當我離開了綠島 在我做完了不虛的政治勞 這12年以後我回到這社會上 回到社會上 這才是我真正痛苦悉悦的開始 為什麼這樣說 12年的老一致災 雖然是生幾被禁錮 可是 我不會臭吃 不會臭吃喝 可是我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那個 阿娜 過得最好的人生 12年的事業 就像各位年輕的朋友一樣 就在 老裡面度過了 當我回到台灣的那段時間裡面 平常去講 我非常非常的 無奈 他不讓我回馬來西亞 他也不給我身份證 在我流浪的那段以後 我找了很多的人 就是在某一天 某一天 某一天 某一天的三四點 兩三點的時候 我曾經在萬華 某一個餐廳的後面 在翻燒水桶 在找東西吃的時候 後面的門 忽然已經打開了 就像一個 一個不認識的人 大概四十來歲的 我不知道他 他是廚師 他是老闆 他看到我 他就說 你年輕人 你這麼年輕 為什麼你要在這裡 我就跟他大指導講一下 講一下我的過去 就是說 好他真的是 還不錯 他就說好 這樣子好了 你每天都 大概三四點 就到我這個地方來 我會給你準備兩個冰箱 讓你一天 不治癒 也能吃 我從這個廚師 或者是這個老闆的身上 看到了溫暖 看到台灣人的善良 也看到了我自己 讓我看到了我自己 能夠活下去的動力 也能夠讓我刺激到我自己 能夠繼續我的生命 延續下去 能夠支持我 我 走下一步 我非常的幸運 我比很多的 同時期在一起 流浪在基督的那個界 我算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經過多一兩年的流浪的生活以後 我終於到了我的身份證 到了我的身份證以後 就是我一切 所以 另一個人生不足的開始 我的個性一向不分數 所以在呢 所以我利用 我只是說告訴各位 各位在這種困難的環境裡面 我真的從那一個人的 單獨一個人身上 看到了他給我的溫暖 刺激到我 讓我站得起來 我希望各位 在碰到任何困難的時候 也應該要有我這樣子的一個執著 能夠從某一個貴人的身上 看到某某一星星的 一一點點的光線 一個人的那個光點 讓你們站起來 我相信好快 也是一樣的一個情容之下 站得起來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希望說 我們二二九最大的希望是說 能夠吃雞 二二九並不是一吃的伴助 我們希望二二九能夠持續下去 能夠帶給更多的藉由 能夠站起來 能夠看到他的未來 借有並不可恥 對不對 我們社會借有並不可恥 只是說我們在無奈 不得已的反擊之下 流落借脱而已 我們有我們的自尊心 我們有我們的 我們並不是這個社會上的一個 造成社會混亂的一個鐵 並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很有我們自己的罪願 我們不會去製造是非 當然 也有害群之馬 這難免一定會有害群之馬 可是大部分都不是 在無奈之下 正會建議 所以我們二二九這個伴助 最重要的目的 是能夠讓他們了解到 當你在生命的地點的時候 只要抓到一定點的希望 看到一定點的光明的時候 你就要想辦法把它打住 說阿主 那你的前途 你的人生還有另一個轉折 這就是我們主要幫助的意圖 這一個地方 我不曉得他們是否正在想 至少我是這個樣子想的 所以 當天我為什麼願意站出來 其實我真的是 被他們逼出來的 我真的是不太願意站出來 因為我不太想提起這段故事 沒想到我今天站起來 我覺得非常非常榮幸 我有我的故事 能夠激發這麼多的年輕人 能夠沿出來辦這麼一場 我們的東西不是很好吧 不像總統府辦了幾百幾千 幾萬人那種故事 我們是靠我們自己 一定一點的 向社會大眾募樂的 一點點微薄的進行來辦這個活動 希望各位年輕的朋友們 能不願意支持的 剛才所說的 我們還欠一點點 但還沒有達到完整的募款 如果是願意的話 我很希望能夠找你們的 我們就幫你找小廚 跟小廚 去稍微自言一下 我們時間不多 2299塊就大 也歡迎各位來看看 那些藉友 來到這個地方吃飯的時候 希望各位能夠跟我一樣 陪同他們 鼓勵他們 讓他們抓到一點點的希望 這是我最獲得期待 謝謝各位 謝謝聖哥 今天我們在座的朋友 大概九成都是學生 其實聖哥當初被羅之罪名的時候 大家各位這個年紀 21歲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讀成功大學化工系 因為那時候在九七年代初的時候 台中的 在台南的 美國的 駐台的新聞辦事處 發生爆炸案 那時候 這個 聖哥就要找 這個 代罪高雄 到底是誰 做炸彈 那很簡單 最簡單的方式 找一個人 頂罪名 我們聖哥 就是一個無親無故 一個人在台灣 然後他學化工 最簡單的一個 合之罪名的對象 因為直接被判 就是判刑十二年 那等於是他 最重要的人生的青春 就 就葬送在 我們的黑牢裡面 那出獄之後呢 剛剛這時候講一句話 讓我滿感動的 他說 其實也很感傷的一句話 就是他是被逼成為台灣人 因為他是馬來西亞人 出獄之後 他的身份證被沒收 他也沒辦法回馬來西亞 但他被迫就必須要活在台灣 但他還沒有台灣身份證 他等於是被迫成為台灣人 他那個年代 他會覺得自己 被逼成為台灣人 是一種非常感傷痛苦的事情 可是他現在回手過來 他覺得 今天或許 被逼成為台灣人 也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從 他這幾十年的努力 他才能夠重新去 看到他的人生 就被逼成為台灣人 他可能是一個詛咒 但是經過很多社會的溫暖 你將他自己的努力 他也可能成為一種祝福 那這個聖哥剛才講得很清楚 就是他們這些真正的政治受難者 都包含剛才在座的蔡坤林先生 蔡先生也是非常有名的政治受難者 他有一部紀錄片 《白色王子》 都如果有看過的話 就談一談蔡先生的故事 他們其實是這些政治受難者中 比較幸運的一群 就是他們出獄之後 他們有好的機遇 也有好的努力 所以他們最後都能夠成就自己的事業 但很多政治受難者 其實沒有這樣的幸運 那可能關到這個風角 一輩子無法翻身 無法過一個真正的 一個完整的生生 那因此 因此剛才聖哥說 其實他們的想法很簡單 他們要的就是真相 不能連加害者是誰都說不清楚 這樣子如何原諒呢 在沒有真相之前 他們原諒都是非常的廉價 非常敷衍 真正的面對是必須要告訴我們 真相是什麼 那剛剛聖哥也跟我們講 他自己的人生經 他出獄之後 也經歷了一些人生的 不順遂 也經歷了很多人生的溫暖 他剛才講他在萬華的遭遇 讓他看到這個人性當中的一些光輝 這也是支撐他努力下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那所以我們接著請 我們亞洲很熟悉的普派 他是個街友導覽員 從他的角度去看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則是談人權辦公 我們今天談的不只是國家機器的暴力 我們看到我們的階級 我們平常看不到 如果你今天是在階級的高層 你完全看不到這個階級 對於所謂的重低階層的壓迫到底是什麼 那所以剛才聖哥說 歡迎大家那天一起來吃飯 讓我們看看 跟我們同時生活在這個土地的人 跟你可能不同的階級 不同的社會位置 不同的出生地 但是讓我們彼此看彼此的面孔 讓我們感受彼此的不同的生命經驗 那我們接著就歡迎普派 請來談談他的經驗 好不好 大家好不好意思 之前我們在這邊大部分都到聽眾 然後今天被你講著 實在有點 氣氛有點很特別 剛剛聽到聲歌的經歷 所以 保留我 我現在我有參與一個運動 就是長舊北北山 的 文化普及保存的運動 大家都知道最近 因為那個 我們的科大師長把那個專家橋 運到 運到橋拆了之後 然後 然後 所呈現的北門城門 然後 它旁邊有一座看似很殘迫的 日本的日 時間不到山頂超過 但是 大家都不知道 要 北門城門附近的路口 在 二二 如果 三十六年 就是 四七 四六年 的時候 白松起 又 原本要過來 台灣 那 台灣當時的民眾 本來都在 北門城門附近的路口 就是現在 沿北路 跟北平西路的路口 本來要迎接它 但是 消息傳措 被 當時的 政府的軍隊 發以不正當的理由 常常那些 原本要迎接白松起的那些群眾 其實 北門城門 也是一個 二二八的發生店 然後搭配著 車馬操房 就是崇津南路 一款第一銀行 對面的 現在的招牌 可能大家都很有心 這段隱形大家都不知道 包括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 在透過招牌的時候 看到了這一段的故事 看到了這一段的歷史 其實我對二八的 政治之後的白色恐怖 我都 對我老實講 我都 一如所欺 如果不是在 那麼多次 在 在我困難的時候 去 透過圖書館的網路 透過圖書館的資料 去找尋 去上網的時候 我要發現到這些 古代的日史建物 古代的 相關的路線的時候 我才發現到 我們所帶的城市 我們所居住的地方 正是很多 重大世界的發生 所在地 包括 包括百姓恐怖 包括六張女的那群 收難者的 大體埋葬之所 包括青年公園的 套馬地 講那麼多 其實很多大伴都不是我的故事 今天在座 我很感恩 很多的朋友 不好意思 都是衝了我的名分來 然後 也要感謝 我真的 我要很感謝 那個 崇文成基金會 還有那個 林小球小姐的 那個 邀請 他們是透過 馬長新集會 的邀請 然後 我還有一個 要感謝的就是在 後方 幫助我最多的 張信中 前萬華社福中心的 社工 張信中先生 我們都稱他為幫 其實 縣中 他對整個 歐巴華地區的 那個 弱勢的民眾 我感到說是 這十幾年來 我親眼目睹 最有感覺 最有成就的 社工的其中一位 甚至比他之前的學長 楊先生 還來了 眾所鼓募 因為他打動了 每一位 無家可歸者 很棒的效果 皆有這個部分 甚至有名 這個 這個名字 對我來講 其實他也是一種 另外一種啟示 那 我現在我會說 這些無家可歸者 其實就像我剛剛 森哥講 他們 真的很不願意 很不願意 很不願意的 很無奈的 我喜歡這樣 被生活 被經濟的環境 被整個大環境 打入落堆 就好比股票一樣 股票有漲金版 也有貶金版 那我們這群無家可歸者 其實都 都在貶金版 可是要怎麼爬起來呢 就是剛剛 像我剛才講 看到一點樣的光明 或者是 每個人都在心中 還保有那一丝之中的霉光 一丝之中的火光 套著一些藥漾 慢慢地爬起來 我認為整個過 是很幸運的 在零五年的時候 在零五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 我還 其中我 民國八十五年 就是 一九九十 九六年的時候 我就第一次當了爹 那是因為我 之前 在一九九二年的時候 我的養母 抽獲往生 然後呢 那 後來 因為 因為遠房的長輩親戚 他透過一種 很奇怪的 幫助法 就是說 在我 養母的那個 遺產界的交易中 有一筆土地 遺產的那個交易 然後交易的錢 寄放在他那邊 然後他在措施好快 然後 他說要 兩個月收完快的預期 之後 前三個月 還OK 但是第四個月 要找他的時候 找不到人 第五個月 整個公司都搬走 這是一種所謂的 透過一種 很沒有虛擁的 打關係 拉關係的方式 然後欺騙人 然後逼著我自己 不需要 我住的地方 才去蓋藥灘 蓋藥灘 才能 維持我的生活 然後維持我的生活之後 剛開始之後 即便是有工作 可是找不出那房材 然後房子被把拍 拍了 視拍之後 被迫搬到 頂到之後 被迫搬到南港區 就是現在人情總部的 人情編工廠的後面 以前叫做人愛國產 但是我搬到進去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因為工作的關係 又用車禍受傷 然後 一大堆的不順序 房子沒有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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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當機 就是當我家補典 但是我在第一次 當我家補典的時候 當天晚上 我走到附近的 玉城公園的時候 有一個土地公廟 剛好在 你們可以去找找看 邪和翁翔 跟又得高中的 對近的馬路 就是公園那裡 有一個土地公廟 我在那邊 稍微休息一下的時候 不到十分鐘之內 兩顆子 他 就過來 看到我說 你怎麼在那邊 然後問東芬新 然後就 就是 消防箭也拿出來 可是我問他說 我在這邊休息一下 不行嗎 可是他就說 你趕快走啦 趕快離開 現在不要 不要 不要停了 在這邊啦 再不然的話 就把你 叫他那裡 拍出一種關卡 這是第一次 公權力的 迫害 真真實實的 從那時候 他被關火的時候 從那邊 玉城公園走到 台北後火車站 台北後火車站 就是鄭州路的一下街 找一個樓梯出入口 叫平台 拿了一個後製板去找 這是我第一次 之後透過一些朋友的幫忙 包括一位低修路戶的那個老夫妻 第一他們曾經在那個 住在那個 叫華南市場 華隊那艘旁邊的富民社區 叫做平民住的 他們在那個 山姿前犬彎的時候 看到我的狀況 其實他們也要幫助我 然後 就在他們的冰王攤 一個很克難的環境下 就在他們那個 鐵皮的 就是腳缸 搭著氧車的那個 床座上面 因為下面就是臭 有點像監獄 後來呢 那邊被 颱風缺乏 然後我就住在他們 富民社區的 房地面 平數 找到 然後大家只有這邊的地下室空間 不到 十分之一 那麼少 吃 喝 辣 然後整個所有的家具 都在裡面 然後裡面還有 很特別的味道 我在那邊做了一個 然後透過他 關心搬到內部去 搬到內部去之後 剛好就在東湖咖樂街 然後後面有一個 湘坡 他的朋友 住的地方 在一樓 沒多久 全臺北最大的風站 那一颱風 還把那的臺北車站的警運站 沿著 一個人辦高 應該 大家如果有影響的話 那一颱風來的時候 他說 主人不在 我在 旁邊的土地 包括那山坡 走上 馬路地板 不在 柏路 歸裂 水 從那個 柏路那邊冒出來 可是 主人回來的時候 倒楣的是我 他叫我離開 被迫 去住 旁邊的 東湖國中的 臨時平安所 但是 臨時平安所 不到一個禮拜 想用他的 測掉 我又回到 社福基礎 又回到 所謂的 這個 一直到流浪 在街頭 一直到 民國 九十幾年的時候 我曾經 待過的地方 爆發 新店的 法曹路的 印刷塔 爆發 爆發所謂的 那個 土城 體育環境 甚至爆發 我曾經 待過三峽 大家有沒有知道 三峽到新店 有一條路 新店那一關叫 安卡路 可是到 中間的時候 那一條路 就是中間有一個 叫橫溪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邊 有一個很大的 火事叫做金光武器 我剛好是 看報紙 找到那時候 裡面有一個 出風的工作 我坐在裡面 有宿舍 但是 我在 那一年之後 三月 搬到 搬出去 一直到八月 搬出來前 那一段過程 本來是 跟大家一樣 上工下工 然後住 兩個人 兩位師父 包括我自己 在那 兩位師父 一間的宿舍 但是後來有一次 是因為我 我之前那個 開放性的 非協和的詐騙 剛 進了好 那我想去做檢查的時候 那邊的老闆 跟老闆娘說 阿姨請教幹嘛 那我說 我要去做檢查 然後問公園 然後問 還陪朋友 我去那個 公園路 跟那個 中小西路 那邊的 就是公園路 跟青草東 那邊的公寶大 去辦那個健保 然後 之後 就幾乎是半強迫的方式 把我的那個 之前得的病 論錯 然後 沒多久 其中 本來是跟我睡覺的那個 老塞 土木的老塞 還被請到 請到別的地方去 那個房間都只剩下我一個 但 之後呢 我八月 八月 離開 起 就是八月離開的當天 整個下來 那算 算新鮮的時候 本來一分別可以拿兩萬塊 當天我離開的時候 你拿到一萬塊 五分別的時間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出空公司 就是派空公司的老闆 只剩我一萬塊 那剩下多餘 我估計 像說 我當然 這次買 給他扣了 扣了兩萬塊 所以拿到八萬塊 可是 他只給我一萬塊 然後 他跟我說 一張給你 我說 因為你生病 你這個病會傳染 然後 我們就把你安排在裡面 然後 其實我都已經治療好 我只不過回去副總而已 可是 我住在裡面 我還要扣 扣血定費 扣火殖費 因為總統加起來 還要扣 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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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死亡 這是一種 一種歧視的補充 之後 我 我到另外一家 派空公司的時候 正好 信命的去做了 百南縣 就是後面 到楚城這一段 永遠的這一段 那也做了他們的宿舍 可是 當他們 就是 大約現在 民國九十五一日之後 捷運快完工 快要準備通車了 那時候我們就 有沒有工可以做 後來我透過廣播 聽到說 自由廣場 他們有辦公宇 那時候 那時候的秋鬥 正好遇上 高雄捷運的 泰國勞工的 外籍 太陽的暴動 還有加上 當時 點政府的 等於說 當時那個政府 有一個 去韓國賭博的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沒有工作 我早上聽到廣播 然後我就 走 楚城 中央路 二轉 就是比較靠 永遠捷運 再來轉 走路 然後經過 四川 經過中央 四川 中山路 光復橋 西元路 和平 和平 到愛國 然後 到自由廣場 三個多小時 他們現在 那個時候 他們有一個 功能依法行動委員會的 成員 名字叫賴江林 很熟悉吧 現在的台北市 勞動局局長 當時就是 在那邊 的成員 包含一些產業公會 做家賓 什麼 可以贏 那些 從那個時候 我就 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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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唯唯 講一些話 就是說 沒有公費的保障 沒有 沒有勞健保 就是 他們那個 太古工資 他們會不會在家 就打一次 基本人 那都 基本勞工的 如果各位有提供 全國觀賞 公美人現代故事的話 你們也應該會提到 勞健保 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我希望是這樣 在那些場合 我講了很多 那之後我受到了一群人的友情的幫助 包括如果他有聽過《名利早》的話 《名利早》這首歌 他其實有兩個主唱者 一個是胡德胡 一個是楊竹俊老師 現場有文化大學的同學 你們應該有聽過 因為楊竹俊老師 他之前都是《名利早》的原唱者之一 他曾經有一陣子在文化大學教過課 那還有中原院的民族演唱者副教授 邱元亮教授 還有一位在台中做養生處的 徐蘭香的大體 在我講完之後 過來抱抱我 然後學手放兩個 兩張藍色的小朋友的工程 從那之後 我的內心就抱著一股希望 就像剛剛雙哥講的 只要你有一點點的陽光 或者是有一點點別人在幫助你的時候 其實你要回報更多 送了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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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抱了 沒抱要一袋 這是台灣 台灣一個屬於的那個 古話 從那個時候開始 之後從七七七到樂盛 到河岸佈過的拆遷破禁 到獅領網家 然後到保護牌 然後環保一起 反國光 反核 一直感興到現在的街友 其實我這一生下來 因為今天下午 大約兩點到四點的期間 正好國立台灣 在四澳公園 那個老漢市場附近的四澳公園 國立台灣圖書館 今天下午兩點到四點的時候 正好離場 以後基金會辦 他邀請了 林鄭盛導引 電影導引 林鄭盛導引 這樣 從拍電影 到他的人生 轉換了故事 他跟我 跟大家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 如果人生沒有一個改革點 永遠都是平穿的話 你永遠都不知道 他的苦痛在哪 可是我今天來到這個現場 剛剛聽到深刻的經歷 我必須要再加一聽 如果人生 當你經歷過一個改革點之後 看到一種小小的月光 看到一種小小的火苗 引發你自己的內心 就 激動跟衝動的時候 你就是 待在 人生的最低潮的時候 你其實 也要 看著這個火光 看著這個火光 走出來 走出來 現場有一位 很特別的朋友 我不好意思說 但 其實 整個台灣的弱勢者 無家可歸者 說白了 有很多很多都 混混均勵的生分 除了個人的身 身心障礙的狀況之外 其他有一大半都是國家 所迫害 除了經濟的 環境的關係 再來就是所謂的外勞政策 逼迫著把他們原本 有的工作機會給搶跑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土地破錢 大 網家 還有各式各樣的土地破錢的運動 你聽說是能和哪一個政黨 他們搞的 其實對我來講 我政黨的信仰 我很中意 你只要我 我只聽過一句話就說 如果你這個上位者 對人民 心承掛念的話 人民 自然而然都會 擁護 如果你對人民 心承 沒有心承掛念 一次性的 心承掛念的心的話 而做你的媒介住宅的事情的話 抱歉 不到一個 你就像上任不到一個月 他就反對 就像現在柯大市長 跟他的副市長 楊仙龍 楊宗明 執意要把那個 山頂超庫 這麼富有歷史性的建築物 一百多年的歷史建築物 要把它拆掉 整個文化界 還有民間 還有很多的文化意識 學者 投書或是寫文章去反映 都可以集合成一本書 但是柯大市長無動於衷 然後林青龍也是執意要做 之後 大家所給他們的 不是 代美的 免得說 你很會拆橋 你很會拆任何 在用道 錯了 之後 他們是一大片的罵人 因為 山頂超庫在那邊 一百多年的歷史 就那邊 他就是日本時代 山頂路的頭 城牆拆掉之後 就是 日本人來之後 城牆拆了 然後 現在中山頂路 剛好就是北山頂路 北山頂路的頭 跟北門城林圓環 還有鐵招部 就是附近的 馬路的中間 剛好是鐵路火車走的地方 你把那頭 那麼有歷史的 建物 拆掉 擺在現在 大家如果有補習過的話 知道臺北 國關的臺北西山鞋根的有一棟 補習班大樓嗎 臺北有局旁邊 有一個補習班大樓 如果剛好有在那邊補習的話 更是會有一個很小的公園 將來補習班大樓 將來以後 山頂倉庫會擺在那邊 然後兩邊蓋 類似像大平有那種 比較虛假的建築物 補習班大樓 請問這樣的歷史 從國家的國族的歷史 從國家的國族的歷史 到一般的民間的生活的 歷史 你把那邊 人家會來看嗎 你就算旁邊蓋著一大片的 黃金店面 但是你知道這邊的歷史是假的話 真的有得住人潮嗎 人潮如果有不住的話 前朝還會有得住 所以說 我今天不是在說走 我也是常要跟大家有一個 很好的互動跟溝通 重點就是說 也是希望說 29號的拜託活動 真的希望大家能夠多多來參與 因為你幫助他們 他們如果真的有心的話 慢慢的走出來 慢慢走出他們的保護神裡面的話 將來 因為很多 大家如果有聽過一些 媒體的報導的話 有些無家者 其實他之前在無家的 那個過程之間 其實都是工廠的大老闆 其實搞不好 這次狀況甚至比我好態度 但是他 他也是放了一點點心吧 才會遇到那樣的狀況 我相信如果說各位 你們如果能夠幫助他們的話 他就是 會靠著大家的 給他們一點點的 連觀的希望 慢慢的走出 內心的石胡桶 然後走出來慢慢的 相信他們以後 相信他們以後 還會靠著自己的力量 還會靠著自己的力量 還會報 給這個社會 還會報給他們 幫助過他們 不論是男的 無論是女 無論是女 你們就是向他們的貼紙 不好意思 我這邊我都說一下 我本身是基礎署 可是我之前是活著 我在恩友中心吃飯的時候 吃了兩年多 我才在基礎罐場那邊 提個美國的報告師來報告 但是第一晚的時候我就停止 那這本書 是我在另外一個 也是同名 恩友好 不是恩友的東西 恩友堂 它是屬於中華基督教 為你偷配的恩友堂照片 裡面裡面 叫有他給我的新約聖經 其實聖經就約新約 這麼好的一本書 其實我 就每天都要看 但是 我常在導演的過程中 我跟很多人講 神經蠻大的 只有六個字 感動我 行公義 好綿密 才是上帝最喜歡的人 我就看這六個字 從恩友中心吃完飯 然後 然後 布告 美國布告師 結束完之後 醫藥在教學生 我走了這段路 真的苦苦 很辛苦地走下去 但是我也受到很多人的朋友幫助 我現在沒想要做的事 做 街友界的工作 其實 還是有它的危機點 生活也不是很 很穩定 也要靠大家的支持 那 如果我真的生活很穩定 把蓋環的勾環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們的時候 不要再用所謂的 街友 朋友的勾 來看待 而是 一個真真實實的 街友 游覽的勾環 那 我可以聽一下 這是我在前面的 國際出展中 之前我聽到一個 網絡電台節目 胡宗信主持人 西文乾淨集中 他介紹的青文雄人 這本青文雄人 是一個法國的天主教的雄戶 他在 該國的平衡國裡面 所遭遇 所接觸到很多 甚至比台北 整個台灣 目前來說 整個洛西走 還有困苦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 平衡國的社會 可是 因為洛社生父 他用他的愛 幫助了他們 他們也慢慢的 有組織 後來 去申請 沿河國的 沿河國的組織團體 然後也被沿河國認證 台北現在每個月 每年的十月十七號 有一個 世界拒絕貧窮日 當然還有半年多了 如果看到的時候 我歡迎在場 還有我後面這幾個月的 美女下個 大家一起來參與 他不是一個中校活動 他是一個 幫助全台灣落市的 參與的活動 好 不好意思 我 我的分享就到這邊為止 打擾太久 感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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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牌的分享 從補牌的經歷 我也看到 其實 一個人的命運 經常被 他無法左右的因素決定 包含你的家庭 你遇到什麼樣的 你會有什麼樣的身體狀況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老闆 其實都很難被控制 那補牌大概講到今天 他一路走斷的經歷 一開始被警察騷擾 然後今天努力去工作的時候 又被他雇主博士 在他最混沌的時候 他看到了很多人 伸出援手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微光 看到那個微光的時候 你會得到鼓 才開始對人生 攔起更強烈的希望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 普派在很多重大的社會運動場 都會出現 他也積極的 共獻他的心 在台灣的社會運動 某些 應該講說 逼他的這種社會運動 就希望台灣 變成一個更好的社會 所以我們從普派圖 今天可以看到 這種中間的轉折 也希望各位多多參與的人權辦桌 然後我們接著就請 我們人權辦桌的 真正背後的策劃者 我們的律老師來分享 他對這個活動的想法是什麼 來 一起歡迎他 謝謝大家 其實不是我一個人策劃的 這件事情我要說清楚 不是我先派三個人 這個整個過程其實是 我們當天 包括我們後面這幾位可愛者 從文成基金會的人權辦桌的志工 還有那個 就是 我們其實是一群人在那邊聊天 我們本來是在從辦 每年暑假 從文成基金會會辦 一個律勞人權慶年體驗裡面 那聲歌是我們這個體驗裡面 非常重要的講師 我們就是 白色虎虎的收看 只是我們的 我們把它叫做 是我們的講師 就是他們的學習 那就是在一次 那個籌備會議當中 我們就開始聊到 聊到的 就是因為有的 有的志工們還不認識 就是前輩 所以在那個場合裡面 我們就開始騎前輩 上一唱志生哥 或是後面的坤哥 那剛才說他們騎同父子 我猜我們的坤哥心裡沒理想說 為什麼要負負 我們明明就是被你一樣年輕 他們都彼此犧牲為同學 因為大家知道在綠島 在綠島 就是雖然是 我們的坤哥 他是50年代的 白色虎虎就是受難者 他住的是那個 那個新生訓導處 那新生訓導處 大家聽這名字很有趣的 訓導處 有沒有很熟悉 大概就是國中跟高中 你不要是行為有點簡點 大概都會被被抓去訓導處 的訓話這樣子 然後那個叫做新生訓導處 所以他們彼此犧牲說 我們是同學 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 後來那個聲哥 在綠島是青年代的 那個時候已經不是 新生訓導處 是另外一個 長得更像監語的 我們講八卦 他就是那個所謂的 你們如果讀那個 讀書的話 也就會看到那個 復刻講的 他是一個全權的 全控式的監語 他就是在 所謂的八卦 我意思是他有八個面向 每一道都是一派的監語 然後那個 所謂的那個監 那個叫我們講 老頭 就是老頭 那個就是 開管監語的人 他就站在中間 所以他這樣四面八卦 可以看到每一個通道 每一個監語 有什麼事情 沒有人要 使徒要逃出來 或是在宿主 在做什麼樣的溝通 等等 他是在青年代 可是他們彼此的感情 非常非常好 這些青年代 那 大部分是因為 這條聊天過程 就像聲哥剛剛講的 他這段意思 我們其實以前都沒有聽過 我聽他講這個故事 聽他的故事 聽很久了 然後也 他拍了紀錄片 然後這該怎麼突然冒出來 我那一天 聽到有點嚇壞 他說原來聲哥 曾經是街友 那時候我們還是用這個字 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正常的人 包括我跟那個年輕的那個 志工朋友 然後就嚇一跳 想說原來這兩個 我們平常 其實是對我們來說 是第一次的大震撼 就是這兩個 我們講說社會的類似有沒有 社會的類別 在堂多大學學生 我學那個社會學會學 這是兩個不同的 我們講social categories 那 也就是不同的social categories 為什麼它會創生在同樣一種 是多少 其實這就引導我們去想說 這些social categories 有時候它是一個暫時的 mentor 我們用這支受賣者去指認一個人 或是用街友去指認一個人 用老闆去指認一個人 用外勞去指認一個人 或是說用學生去指認一個人 可是這些都是social categories 當我們被貼上這個social category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認識這個人的 生命故事是什麼 所以在當下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然後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慫恿著我們 慫恿去的聖哥說 而且他聖哥很有趣 聖哥他常常說 其實他真的處理很好 然後我們開始問他說 你會做什麼 他就說其實十二年 十二年很長 十二年的時間聖哥在 在玉島 他除了管圖書館以外 他管圖書館 他把那個玉島圖書館八千本書 每一分鐘都看完 因為他為了要編碼 很厲害 他那時候完全沒有受過 圖書館學系的訓練 沒有 他就一個人把八千本書都看完以後 然後用他自己的系統 去罵八千本書編碼 有沒有可怕各位同學 八千本書我幫他算過十二年 他一天要至少看一個書 這樣做 很恐怖這樣 他把練完了 那完了過大案子以後 他三餐了還要去廚房幫忙 這樣子 去廚房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是 基本上就是你一個人要煮 就是政治受難者 所謂的那個同學們的飯 然後還要煮官兵的飯 所以加起來還要煮兩三百元的飯 那他也很可怕 他就想說 現在要我判錯沒有問題 兩三百元沒有問題 我判得出來 然後我說 好 你好 你說的喔 然後呢 所以這個貫注的意念 應該跟什麼 我當然會產生的 其實是這個 可是這個意念產生了以後 其實我們心裡面很談論 因為我們想說 我們很擔心 我們很擔心什麼呢 我們很擔心 我們不瞭解結論 就是我們一起在前面 今天會當志工的這些朋友們 其實是對政治受難者的 就要會比較了解 多一點點 那對監友們 真的是那時候 我們一無所知 其實我們心裡面很害怕 就是說 我們就是開始去做 就查資料 然後就去看說 到底監友們是誰 然後他們的固執是什麼 然後有哪些團體在做 就是在所謂的招接結 我應該說 跟志工的這些團體來寫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查資料 然後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有個擔心事實上 就發現說 其實每一年好多會在辦那個 為結偶辦美娜 你知道嗎 其實蠻多 蠻多團體在辦這些事情 那我們就來想說 我們很擔心它是一個 好像 好像就是真的受難捨足的 論飯請結偶吃就完了 或者說 我們就要想結偶 為什麼想這個事情 我們很擔心結偶想說 好像是說我們這邊 好像補過來了 補過來了以後 我們就要用一個 好像有辦法施捨的這種立場 去施捨他們 我們很害怕這樣 因為我們不想要 是變成這種上對象的關係 不是因為今天白色恐怖 好像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白色恐怖受難者這個政治犯人 這個名稱 目前看起來已經去過屋林化了以後 我們就要好像站在比較高的位置 去幫助這些街友們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想法 並不是這樣的想法 因為 然後呢 我中間我們 其實就通常很多時候去認識這些街友們 那包括 就是去參加街友的導覽 去看他們怎麼樣認識他們自己的 生活的世界 然後 去盡力他們的故事 這樣子 然後可以幫忙做一下廣告 就是跟網草新 各位的名字上網打網草新 他們有那個街友的導覽活動 然後聽到現在蠻那個 蠻hot 尤其是那個普派的導覽 大家多多去報名 我幫忙做一下廣告 既然很多朋友剛剛在植物園生效 所以我也在植物園生效 那就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有一個賭注 我們其實當中有一個賭注就是說 剛剛是一個人講說 我剛剛提到 為什麼這故事他不常講 因為他一講起來 他整個當年 那一兩年他流落街頭 然後去搜水桶裡面搜東西吃的那個 那個 羞愧感都回來了 真的是這樣 我們剛剛看他講的 他一直提到他都會很難過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羞愧感回來是什麼意思 這個羞愧感回來的意思是說 我們親身去這樣子在街頭過生活 然後要人受別人的眼光的時候 這樣子的汙明的經驗 其實不是我們走出了這個街友的身分 他就不結束 其實他沒有結束 這個汙明化濃濃濃程度的海 留在生活上 然後我們很想要 很想要 藉著跟這個街友一起 現在還很明顯的 在我們現在這個台灣的社會底下 還在承受著很多很多的台灣人 很多很多的台灣人的 這個汙明的眼光的這個時間點上面 我們在想說 兩方的故事 是不是有能力帶著彼此一起去思考 這個汙明化的問題 這汙明化的問題真的沒有結束 不是因為我們現在練的法 或是說 我們去見了什麼 然後飛呀 然後 那個東西就可以結束 並不是 在這些受感者身上 活生生體驗過的這些汙明的經驗 還黏在他們的身體上 還在他們的心裡面提上 讓他們有些話說不出來 那表示有些東西 還沒有真的翻轉過去 那就先知道我們今天講的轉型 就是轉型不正義這件事情 為什麼還有很多東西 讓他們轉不過去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台灣 即使在民意上好像 我們已經了解 還是恐怖是什麼 雖然我們還是講說 當時要做得很厚啊 還有很多很多的議題需要被罰絕 然後轉還沒有轉過去 等一下老闆老師快來跟我們講 為什麼還沒有轉過去 那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會覺得 一般我們已經開始可以談了 對不對 28不是禁忌 反正也不是禁忌 可是心裡面的這些創傷 還沒有轉過去 他跟整個外在的這些不同層面 白色紅衣的生命精靈 都被對待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也會堵住說 希望能夠透過兩邊的團體 跟個別的朋友的接觸 然後一起來思考 然後一起來思考 這個怎麼樣能夠反轉 這個 對我物理好多的問題 好 那 嗯 那接下來一點 我可能就會牽涉到說 剛剛有朋友就說 喔 嘿好 聽聽那個重量研究院的人 然後我們講這個詩題 那 對 那重量研究院的人 我只要去成為神經經會 然後 那我必須承認它是我 我的創 我的創 我的創傷研究的一部分 我是在做 做歷史創傷研究的 一開始在做行李創傷 後來再做歷史創傷 我是這樣 我待在研究創傷 在有十幾年的歷史 一開始是做比較個人 所謂的個人創傷 一開始是我國稱做 不斷人性型的創傷 然後我2007年 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開始在做 還是 在做一個 不安復的戰爭 新創傷 那我最近這幾個 我才開始敢去 去接近這個 白色恐怖的 這個 政治暴力創傷這件事情 因為對我來說它太龐大 我感覺到 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擔心我 我跟它有一點不鎖腳 那 嗯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結果也不再在思考 問說到底 這個 這個創傷是什麼意思 創傷在哪裡 跟我們剛剛的物化 今天有什麼樣的關係 還有就是說 我們在談轉型正義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嗯 我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可以 原諒 不能忘記 對不對 當然原諒要有前提 原諒是加害人 讓我們出現 原諒是有人 去跟受害者說清楚原諒 這樣子 那另外 不可以忘記 那到底不能忘記什麼呢 我覺得在我 我那麼多年來跟不同的 經歷過不同的創傷的人 一起工作啊 然後聽他們 聽他們談他們的創傷經歷 所以我認為大家的感觸是 那種創傷是什麼 其實創傷是 創傷是有一群人 他們身上帶著一段 不能夠被鎖出來的歷史 他們身上帶著一段被 不管是刻意或是無意被壓破 被壓掉的歷史 這個東西 已經在所有創傷的人身上都看見了 它不能被鎖出來 不能被搶人 那對我來說 經歷其實身上 一樣帶著很多的歷史 可是它沒有辦法被鎖出來 它沒有辦法被主流記載下來 就是主流的歷史 不會去想要把這些人的歷史 寫到他們的教科書裡面 或者是寫到他們的歷史的 不管是教科書 或者是一個甚至是學術的研究的作品 很難去把這些所謂的 邊緣圓的歷史被放進來 當初十字線 白色鼓勵收彈者的歷史 沒有辦法被寫進我們的歷史當中 現在 皆有的歷史也是一樣 它不像也有歷史 可是沒有辦法被主流寫進來 那你會看到就是說 被白色鼓勵收彈者來講 他們是我們的政治主流史 拒絕讓他們進來 拒絕讓他們的故事被訴說 然後對金友來講 我們是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經濟的主流的觀點 沒有辦法讓這些金友的歷史被放進來 沒有辦法講說 他們當初曾經 曾經吸引到辛苦的工作的人 他們是願意要 證明自己的生計的人 可是因為種種不同的原因 我們的社會經濟制度的選擇 包括我們 我們可以講 我們可以講 新自由主義 這種無限擴張的 無限擴張的 資深淋駕駛於國家之上的這種 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 在結構上一樣不行 沒有辦法留在他們的工作裡頭 然後甚至 我們的法律制度的設計 也有亂保障 所以對我來說 他們是一個在我們的經濟史上 一直到台灣 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史上 還沒有辦法被打進來 儘管我們人見老 差不多沒有老婆 他還是沒有被主流 就一起跟他一起 所以對我來說 在這一點上 他們也是一個命運 相信的 兩個 去一起 這樣子 好 那第三點我要講 然後接下來 就訪貴的時間 叫姚阿老師 第三點我要講的就是說 除了真正受難的前輩 跟我們的無家可歸者 我這樣比較喜歡的方教 無家可歸者的朋友們 在這段時間來 我們彼此不同 也就是 我們會安排很多的場合 不只是這樣子公開的場合 我們也安排私下的建築的場合 讓彼此去更多了解 然後一起想辦法去 其實我們現在當下也是在寫歷史 其實 這個被淹落掉的歷史 這個被主又不願意認可的這個歷史 我們其實現在每個人都在這邊 在認識 在不同他時間了解 接觸的這波的道路 在改寫這個歷史 那在改寫這個歷史的一群人 也就是我們的 成績基金會的志工 我特別要提他們的原因是 一開始他們是我們的嚴重對象 我們需要承認 一開始他們是我們的 他們是我的嚴重對象 為什麼呢 我開始是追著他們去參加那個 綠島人全體 我就很好奇說 現在的學生 像各位 現在的學生 然後那個 現在年齡不斷下學 你們 有高中生 你們來參加 那我接觸在不同場合 也有高中生 你知道嗎 就好早啊 就是現在的小朋友 對不起 因為我有點年紀 脫口而醋 現在的年輕人 我就發現說 真的是從 特別我的感覺 是從318 太陽花運動以後 好像有一個整個項目打開來了 現在的年輕人 對台灣的歷史開始有興趣了 想要知道更多 然後這群年輕人一樣 就是他們會想要去 獻出這些白色狗 跟壽男前輩 想要在他們身上 學他們更多的 關於台灣的歷史 沒有在課本上 讀不到那些歷史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 那各位一講 我想這個小調查 不然一個研究的 理論開始出現 那個 各位可以稍微舉一下手 有參加過318 不管有什麼樣的形式 有參加過318的 不管你是去做一天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幫忙宣傳跟活動 根據守護 給我看一下 然後 然後 對對 你看這就是 真的謝謝你們 就是我真的覺得說 好像318是一個 我當然知道 在318已經有其他的 人性同學也非常的 也非常的關注不同社會問題 可是我覺得 就是318事件真的是 有一個歷史的時間點 讓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能夠願意 用不同的方式 去把這些非族人的歷史 都抓回來 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史 跟這一個更大的 曾經被我們 可能父母被 像我這一輩以上 或是以上的這些人 不重視的 這個人史再抓回來 然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人魚老師 然後講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活動 主要看討的是 總統的不被說出的 創傷經驗 可是我們經歷 更後世去思考 為什麼這些創傷線 不被說出 甚至被拒絕 停前 被拒絕 被傳遞出來 那份又是什麼樣的力量 那為什麼 我們需要透過轉型正義 來改變這樣的現狀 那我們接著再請 金華老師 轉型正義的研究者 我們歡迎大家 謝謝 謝謝 我看也是我聲音 有一點沙啞 因為我今天上了 四面玩意難可 其實那個 開始寫這個題目的時候 就是 小球問我說 應該怎麼為這個 這樣的一個會 做談會定一個標題 然後 我當然就是想了一下 然後我發現 有可能那個轉型不正義 不是轉型正義 不好意思 那轉型不正義呢 可能跟 階級的一個歧視中間的關係 那我會這樣講 其實是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最常聽見 說台灣不應該做 轉型正義的理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最常被說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拼經濟 所以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努力的去往前看 拼經濟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 轉型正義 因為轉型正義是往回看 就是看過去 然後等於是說 我們要看過去 我們要看未來 但是你知道好多南非 很多的書都是說 沒有過去怎麼會有未來 然後一個沒有去 對過去到底發生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 然後它帶給我們台灣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我們其實對這件事情 其實都沒有任何的 一種了解的話 那到底你們的未來是在哪裡呢 好 那我想 這個大概是 我一開始想說 那個轉型不正義 可能它有的關係 那為什麼我會稱轉型不正義 大概大部分在現場的人 大概都已經知道說 台灣去處理過去白色恐怖 如果228呢 它除了做了幾件事情 我們覺得其實是非常邊緣 像普派剛才說 很多的街友 其實他們也是受到國家的迫害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中肯的一句話 就是當一個國家 如果它對於它現在做的一個決策 對於它曾經犯過的錯誤 它其實從來都不檢討的話 那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也就是 還是持續的去重複同樣的錯誤 同樣製造一些新的一個受害者 因為那個制度 你可以說從1987年前到1987年後 到底它可不可能在1987年的 1986年的一個12月31號 然後突然到了1987年 或者突然從突然解嚴的那一天 前一天晚上到後一天晚上 突然它整個全部都變身了 它有可能這樣子一下子 就變成是一個民主 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嗎 那我們其實很相信就是 如果那個過去的威權體系 它不但是 基本上去做很多人權的迫害 那無論它是之前還是之後 你可以相信 如果我們沒有真正去反省 裡面所產生的錯誤的制度 或錯誤的體制 我們沒有真正的反省 那其實我們就是這樣 同樣的一種價值 同樣的一種觀點 其實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持續 那這個是為什麼當初我會這樣去想的 為什麼會把那個轉型不正義 然後跟階級歧視結合在一起的原因 那剛才仁鈺其實一直提到那個污名化的問題 提到那個基本上落意 然後標籤的這幾個問題 你知道在強暴的受害者 常常會有一個狀態 就是一個被強暴者 常常他在這個被強暴的時候 他其實可能自動感應就是去洗澡 然後或者是他覺得他自己不好 然後甚至有可能 就是可能母親當時去罵他的是說 你怎麼這麼下賤 你為什麼穿的裙子這麼短 可能你知道很多的聲音就會跑出來 所以慢慢就是 你會把那個聲音內化成為 現在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對一個 你無力去抵抗的加害者 能夠對他做任何的反擊 所以你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 傷害自己 或者是就是責備自己 那其實我們的社會 每次我們看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其實把自己 去等同於那個加害的角度 看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很難把自己 去等同於那個受害的角度 到底他會受到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抵抗一個 像國家的機器這麼大的一個 加害體系 然後我們會轉而去對於一個 想要發出聲音 試圖已經在政治上私語的一群人 就是他們可能就要發出聲音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說 那你那個沉默 你知道很多那個強暴的受害者 讓他們站出來想要去說 他們被強暴的那個經驗的時候 很多社會就是說 我們不想聽 就是你應該要住嘴 因為你會揭露我們社會的窗發 你會讓我們覺得無地自容 你會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的社會 我們想要去達到的未來 你會變成是我們的主害 那你會把我們拉回去 那個我們不想去面對的問題 那我覺得至少在我的思考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當一個社會受到一個壓力 像國家的暴力 當他沒有辦法去再去發聲 像那還聖哥講一講的時候 你知道聖哥的那個哽咽 我覺得那個其實應該要休止的是 讓一個人沒有辦法好好的講他的故事 他就需要帶著眼淚痛苦去面對他的過去的 那樣子的一個體制 那樣的環境 包括你跟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我們應該要感覺到非常的羞恥 因為我沒有讓所有的聲音 可以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下裡面可以發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分享那個聲音 甚至認同那個聲音 就我而言 我作為一個台灣人 其實我是在2003年當我認識軟美書 然後我覺得我一直 你可以說作為一個哲學家 作為一個 我在德國也是在學康德的哲學 其實我覺得那個 我對於一個土地的認同 是因為我沒有真正的去分享在這個土地裡面發生的那些事情 然後我沒有辦法跟這樣的一個歷史就是結合 因為我的年紀可能會比較大 不好意思 等下蔡桂林前輩或者是大家可能會說我 但是我的那個時代其實就是 最少最少對於發生在這歷史上的事情 就是有認知的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聽不同的聲音 我在一個就是一個好學生的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下面就是生活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對於那個沒有辦法發出聲音 然後為什麼他沒有辦法 然後這個跟我自己的關係就是我不曉得 我知道有一天就是當軟美書他講說他去找 他常常張孝池那個當時的一個張孝池校長 常常找他去那個張孝池校長想要了解到底 就是228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常找軟美書去他家去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當我聽到這個軟美書講他父親的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才真的認識清楚就像剛才普派說的 原來我所佔的這塊土地裡面 他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受到整個那個環境 受到很多政策的一個壓迫 然後達成的產生的一個結果 那當我們沒有去對這樣的一個歷史 或者這樣的過程有一些人 我們不曉得我們自己在這樣的一個這個洪流裡面 到底我們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就沒有辦法真的去打造我們的未來 我們就不知道我們要往哪什麼地方去 那像我剛才說沒有去做轉型陣營 一個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你知道我們現在 引進了兩公約 引進了國際的規範 你知道世界人的訓言第一條說 人生而自由 在權力與尊嚴上讀的是平等的 然後人有理性、人有良心 然後應該彼此相待情同受足 但是這樣子的一種 我們可能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但是那個想法是怎麼樣在我們所有每一個政策裡面 它到底是什麼樣去衡量的 它是不是真的把人的尊嚴、把人的自由、把人的權利 真的當作一回事去面對 就是沒有講平正義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如何去造成一些人的權利 受到嚴重的侵害 我們對這件事情是無知的 我們並沒有想要去好好的去釐清 到底是因為什麼樣的一個制度性的因素 讓可能人活得不像人 讓有些人變成豺狼 有些人變成弱的一個被吞食的人 我們其實是不曉得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我們如果沒有去重新去把人的價值 人的尊嚴、人的權利找回來 那你可以想像 就像我們簽了再多的國際公約 那些在解釋這些公約的人 他依然還是不是真的去珍惜人的一種存在 那你可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對所有的政策的 可能對人所產生的那些影響 他其實並不會因為對別人有負面影響 會有自由、有傷害 他就會去停止他 基本上會繼續往前執行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看大譜的時候 每一個人甚至連劉正宏都會說 那個對不起玉皇大帝 可是那個怪手還是直直的就開進去那個稻田裡面 就是有一群人他們的稻米 他們為那個稻米基本上感覺到非常覺得這個是得罪上天的事情 可是我們依然還是往前去 大概有人站在那個挖苦機前面的時候 他們還是直直的要去做這件事 然後把那些為此覺得很傷心的人 就是完全不顧他們的一個生計 從這些角度你都可以看到台灣還沒有真正的 真的進入一個民主裡面 所應該要建立的一些典範或者一些概念 從這個角度我覺得 如果我們現在即使有新的政府 如果我們沒有真正的去 有意要去把整個的制度做一個翻轉 然後把過去去虧負這些受難者的能夠還給他們 我想大家剛才人魚有說 可能有很多相似性跟所謂的無家可歸者 可是我覺得最令人可能是氣壘的事 你知道到今天為止其實我們受難的前輩 他們在司法上他們依然是有罪的 過去的叛亂的罪名到現在並沒有真的除去 就是說那個紀錄其實是依然還在的 那國安法第九條剛才聲吹一直提到說 那個其實就是一個你知道 是整個無差別的一個特色的 對於嫁害者特色的一個法條 它不允許基本上過去被按照這個 叛亂的一種法律所起訴的人 他有可能透過這個 他有可能進入這個軍法的審判 然後現在可以進入一般的普通的司法 去重新訴求他的正義 所以他們基本上過去被認為是判斷 他們現在還是留有一個判斷的罪性 那我覺得這個除罪化 我覺得是我覺得現在很重要的問題 我現在其實是很著急的 我現在對於立法院開始做很多 所謂的轉型正義的這些工程的時候 我一定會問我自己就是說 到底現在這個做法裡面 它對於前輩們的除罪化 到底它有沒有達成 就是這個我會一直問 那對於這個嫁害者的責任 它有沒有去有一個意思就是要去追 所以它對於真相到底有沒有想要去釐清 然後它對於這個真相裡面 有沒有一個 consequence 有沒有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你得到真相 那它的那個結果是什麼 它的結果對我們現在體制裡面 整個我們的法律 對我們的制度到底它的結果是什麼 那這個會是我非常 就是我覺得那個是我們很需要去 重新去面對 然後這個面對會對我們人的價值 就是在台灣 就是人的尊嚴對人的自由這件事情 我相信它會有一個更重要 更有進展的意義 很抱歉 大概我先就是 先停在這裡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花花老師 當然清楚的講明 為什麼我們要轉型這題 因為 如果你們有真誠的 真誠的面對過去 你也不會有一個 一個真的值得擁有的未來 如果你們有看到我們過去 去國家或眾人的冷漠 造成對於某些人的權利 跟生命的踐踏 我們無法抬頭提醒說 我今天身為台灣人的光榮在什麼地方 所以沒有面對過去 你也可以站在光榮的未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好 我們今天的活動是到9點 OK 但是我們還是要開放給各位 進行QA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問題 我們先收集幾個問題 那你可以 所以各位請用很簡短的時間 用十秒的時間 講清楚你的問題 就不要唱片大論 講你的問題就要十秒鐘 然後你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不好 那有沒有朋友想要提問 第一位 有沒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有沒有第三個問題 好 那我們就先 我想請教陳老師 有很多人以為 轉型正義式 秋後算葬是在鬥爭 他因為害怕被交出來 所以他們不敢支持轉型正義 而也有人認為 教會團體 非常適合做轉型正義 因為他們認為 教會在裡面講 愛與接納的工作 因此他們也認為 教會應該要出來 推動什麼 愛與勞術之類的 所以他就以這點為由 就說什麼 在南非啊 突突主教 就是因為有突突主教 在帶動轉型正義 所以南非才會做這麼徵工 然後想請教陳老師 對於我以上的敘述 有什麼看法 各位大家好 我的問題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最近有個別的民進黨的 能力發揮引發 提議說要移除國務一項 這個引起抄襲之間 非常大的爭議 有些人認為 這國務 把他移向移除 就等於到 祖宗排位一跳一樣 非常嚴重 有些人認為 這個是佛像崇拜 有認為 就是說 這個是所謂的 轉型正義一部分 我想問的就是說 這個道理是不是 轉型正義一部分 你要指定誰回答 我想在座哪一位 真願意回答都可以 那我先回答第一個 OK 剛才提到那個 就是好像他是反對去追 所以他覺得是一種 所謂的算帳 轉型正義其實在聯合國 或者在全世界 其實已經是一個 聯合國推動的一個重要的program 重要的一個計畫 那為什麼他需要推動這樣的計畫 就是說當從威權轉到民主 那個民主真正的鞏固 其實是很需要 透過對人權侵害的一個釐清 就是它的核心是說 到底過去發生的哪些事件 它是做了什麼樣的人權的侵害 所以它的核心其實是 除了有一部分是希望 對於未來的一個執政者 那你知道這個是有 你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的政策 侵害了那個人的權利的時候 那你是應該要承擔責任 所以你不可以免責 所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它要對抗所謂immunity 就是我只要是在從事一種植物 就是行政的植物的話 那我做任何事情 其實我都是可以免責的 尤其是你涉及到人權的侵害 或者說所謂的種族屠殺 那這個是基本上 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project 所以你剛才說 在談討原諒或者像南非的那個例子 其實南非是非常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它要完整的供出真相 所以提出把自己過去所為何 加害別人這件事情 你要自己先去登記說 我要說出來 然後我要說出來的時候 甚至我要被要求 我要表演我當時是怎麼去 行求一個特定的人 所以你剛才說那些原諒 或者教會所提到的那些內容 它其實是很misleading的 它是非常誤導的 因為假設沒有一個真相 能夠呈現出來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當然也就不清楚到底要負什麼責任 那它為什麼會做那件事情 有可能它涉及到體制 所以體制本身就是要做一些改革 很多人說在某一個體制下 可能你我都會那樣做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沒有機會聽到 那個人到底在什麼情況下 做了哪一件事情 在什麼樣的一個命令的情況下 那我們也無從去原諒或不原諒 我們也無從去了解 就是那件事情到底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去處理 所以九天正義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其實是我們要有一個正義的處置 就是我們的處置 基本上要是能夠正義的 那什麼是能夠正義的 很簡單 就是我們一定要對於架害的責任 然後受害的一個處罪 然後體制的改革 然後他們的應該 他們過去欠他們的 比如說有人因為這樣被沒收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形式 結果他被沒收 他的財產能夠動產或不動產 那這時候你就是要歸還 要考慮要如何去歸還的議題 那這些就是你必須要能夠 產生一個處置的模式 然後這個是一個正義的意思 那這其實就是 轉型正義非常可惜 我對於最近整個在用轉型正義這個概念 然後去說 要做現在做的一些 我覺得非常的困惑 就是說 我覺得他們都用轉型正義的名稱去做 可是我不曉得 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只好把國父的遺項拿下來的時候 對受害者 對加害者 對於我們社會的體制到底有什麼改變 我不曉得 然後我不曉得為什麼是 在priority上面先選這個來做 除了它有版面之外 我不知道有什麼 好 我不知道這樣子已經很清楚 就是說 所以我覺得他 如果我們真的用轉型正義那個概念 我們就必須要非常清楚的說 我對於這個受難者 他們的儲罪化 就很像說我對於那個無家可規者 他的污名 去除污名化 然後去除那個烙印 到底我現在這個拼金記 我對於這件事情我貢獻了什麼 我覺得如果完全沒有去把一個具體的人想像神是現在 你要去保存 你要去重新 你欠他非常多的東西 你現在必須要去歸還 如果你沒有這樣去想 你處處想的都是 我現在給特別的A思恩 然後給特別的B 給他一點好處 它不是說 因為你是自由的 你是權利的 所以我對你有虧欠 我剝奪了你某些東西 所以我對不起你 我現在必須要去改正這個問題 而不是倒過來說 因為你很可憐 所以我給你恩惠 我覺得這是完全兩種不同的approach 這也是轉型正義我覺得非常需要做到 那個國家必須要謙卑 它必須要是在我們人民可以去要求 然後去控制的一個體制 而不是倒過來就是把我們吞掉 像是我們必須要在他面前就是 說Holy Holy Holy 就是身在身在 我們必須服服在他的腳前 但是我們大家要請問一下 我是 Elizabeth 剛剛老師講到 有她的道理 我們是任何老師的教訓 但是我們大家有沒有猜過一句話 台灣更年一的風景市 有沒有 但是台灣更年一的風景市 的風景是冷 可是 我的感覺 出了這個地下室 出了走在馬路上的時候 我感受到了台灣最恐怖的也是冷 因為當我背起我的背包 當我手上拿著 但是 出了走在馬路上的時候 我覺得我活在下一座 好像沒有形狀的經驗 因為大家看到我的眼 就算我有戴口罩 我把我的上半身露 上半的眼睛露出來 很多異樣的眼光 看著我 然後 不好意思 站著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我必須說 有些插上樓過的女性朋友 看到我 剛好在從那個廁所那邊就跑著 跑去耀耀 然後我坐公車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坐最後一台的小人座 旁邊有一點空 然後很多年紀比較延長的 我不曉得是不是台灣人的痛病 超過三十歲以上的醫生病 特別多 哈哈哈哈 他最好奇 不是說更好奇 開疫苗而已 他最好奇就 會超過半小時 比如說我在這邊等紅燈 最低的一個人 從紅燈還沒有轉疫燈的時候 他就一直往我這邊看 然後騎摩托車的一些人士 也是帶著安全帽 騎著他的寶貝車 也是往我這邊看 然後呢 很奇怪的年紀越大 看著越大 這樣無形的監獄 這樣無形的眼神被帶 是刀 還是槍 還是手 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本書 就是萬陽中的一條船 他的主角 鄭風騎老師 他的下半身 彎曲的 從他出身到 上台大 球選的那一種階段 他的腳 膝蓋以下 都是彎曲 也被拍過電影 也被拍過電影 也請全台灣 當時全台灣最帥的 青鄉里 跟雲鳳交 大家都知道 成龍的太太 搭配合 搭配合 而成的 夫妻感 也能耐出很 很綠智的病 但是我看過的書 我特別特別感 感動到 為什麼鄭風騎老師 可以從那個 殘迫的環境中 站出來 我為什麼會死 那 如果大家還知道 有一個 世紀都沒有了 一科武者 一個外國人 他現在都 都很美麗的 妻子在旁邊 而我都沒有 這是我夢面以求 可是 當我 想要把我的話 想要把我的聲音 講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 對我都害怕 一直 煩惱在 現在的整個社會中 大家有沒有 轉型到正義了嗎 除了我剛剛講的 人群的正義 除了曾哥的 之前被 早民的政府 操害了 人群的侵犯的時候 這些正義 要 還給曾哥他們 可是我們現在呢 我們所 該的是一個 以貌取人 隨便都可以 污名化的 一座見到裡面 看多了所謂的 韓劇 看多了所謂的 美貌的 美貌的那個 樣貌的那個照片 可是他 任何一個人 他隨便便便在外面 隨便都可以指說 你是恐怖分子 兩年前的 接遇了不幸的事件 兩年前的 到現在他還在 投了說 到底要不要給他 下一個媽 可是那 他的作為是整個社會 在一種 極度不正常的 加壓下 讓他 讓他有這樣的新聞 就好比一杯 水 我們到了這一杯 水下去之後 如果沒有拿開的話 水被買出來 可是 當大家的污名化 當大家的騎士化 用在每一個場合 每一個人的身上的時候 那個壓力 那個做壞事的壓力 就像那個壓力鍋一樣 你們要好好控制的話 會爆開 像火山一樣爆 爆炸一樣 會整個爆炸 所以 台灣有兩年前的 捷運很多縣的事情 爆發的事情 其實也是這樣 在兩種彈性之下 所產生的 如果大家有去看那個 家裡有電視 如果大家有去看那個 公司的災難時空的話 你們可以去了解到 那個做整個 整個電視劇的劇本 他在描述的那個場 我希望我們活在這種民主 自由開放的社會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用 禮貌取得太多 即便是 我這樣表現 我的眼神有沒有 害到別人 當我沒有害到你們的時候 我有需要 要接受你們的 很污名化的傷害 我也不需要 好 不好意思 我講到這邊 我還有一個 感謝 就是 馬曹新協會 他們給我很大的幫助 然後 最大的幫助 最大的支撐者 就是我們的 創造號的幫助 詹先生先生 他真的幫了我很多了 我今天我要在這邊 特別謝謝兩位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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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馬曹新協還有 也有 在網路上都有 網站 也有 臉書參與 那 歡迎大家 就 多多事情 然後也 多多瀏覽 那 人成太多的活動 再一次說 呼籲大家 永遠來參與 不好意思 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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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動 請你講幾話 雖然時間已經很久晚了 剛剛 那個 剛兩位的問題 其實讓我想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講 轉型正義的過程裡面 其實會有破壞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會發現 有一群人 很多人想轉 有一群人不想轉 除了那個 怎麼轉過去的問題 我發現有一群人不太想轉 他就跟 有一群人他 他想要把國父換掉 就是可能要改國號 他也許人不太想改 可是大家知道嘛 就是說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活在 我的那個Facebook的同溫層 那我的感覺是說 其實不想要 怎麼講 到底誰去在乎那個拆商 拆國父這件事情 有很多人很在乎嗎 我相信 就是說 其實實際上就是轉型任意的人 以我來看 已經是大多數的 其實已經是大多數了 然後 可是呢 我覺得 那還是要去關心一下那些 不想要的人 他們到底在害怕什麼 在害怕什麼 那心理學上面 當然有個名詞 叫做Tina 就是我們人的自我防衛機制 就是我們大家都做錯事對不對 我們都做錯過事情 我們都犯過錯 人在當作竄錯的時候 有一個 其實會覺得很丟臉 很丟臉不好的意思 很想要早點利用鑽進去這樣子 那我們只是犯平他一些小錯 我們就會這樣 我們甚至會假裝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半夜突然想起來 覺得你心驚對不對 那大家可以想像嘛 就是說白色粉絲 那是多大的事情 然後你可以想到這些 當初參與這些加害之後 不管他是在哪個政策 他半夜能夠心驚嗎 其實是說不好的 那你想去抵抗這一種 自己的恐懼跟害他被執責 然後他要用多大的吸引力 要去把這個東西壓下去 所以當我們現在 社會上很多的聲音 是說我們要主持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想像這些 當初高大陣上這些加害 他們是很害怕的 然後才是 我不是說要陪其他人 而是說你要理解他們 再害死 那跟不想要讓中華民國消失的人一樣 他們也不會很害怕 不要忘記說這些人裡面 支持中華民國人也有很多種 但是我想一想 就是說我們這裡面有包含一個 關於所謂的多元濟濟那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認同不太一樣 認同我們的認同是不一樣的 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魔號不只不太流 不是這都沒有討論清楚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我非常好 是有一樣的感想 就是說很照鏡的去提點這個 其實對轉型正義來講 不是最根本的問題 其實有一點 我覺得有點怕中取從 有點怕中取從 然後也有一點說好像 好像那個 當然我可以理解說 有一些可能 有一些人他 他這天等很久 我也可以理解說 大家也可以理解說 有的人希望轉型正義 期待非常久了 然後他會希望從一些 外面外表可以看得到的事情上 立即的去做有轉變 比方說改過好 比方說 我大陸講說那個什麼 倒一倒不倒 台灣不倒嘛 是嗎 現在倒一倒不倒 這樣 好像有 大家又很害怕 不知道我會不會有虧待 我會不會有這樣子 那 好像大家還不太安心的感覺 好像現在就很急切的 誰要做一個事情是趕快把 之前那個 危險政府時期做的所有 餓的事情要趕快把它翻轉過去 我也明瞞這類的時期 那我想要請大家就是說 怎麼講 這個還是不那麼長的時期 裡面有那麼多複雜 像剛才姚本來講 他又出過很多事情 我們都很遠在第一隱形的時候 就那麼快去做一些外合的事情 其實是沒有時間 留給我們去思考的 這個其實也是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否認創傷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如果很快的 從這個想要從這個階段 跳到下一個階段 其實是否認創造 就是說我們沒有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來整個離奇 就是到底這個創傷裡面 有不同的遠在 有一個不同的角色 那包括連那些群青 我們當作 不敢接觸 白色服服受害者的這些人 然後趕快離他離內院 擔心受牽連 甚至是家人都擔心受牽連 這些人 他們心裡面到底還藏著 什麼樣不同的記憶 這些東西都要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處理 這時候我想要進行一個 那個想像的事件 這樣子 我們真的要 不要花時間去對話 然後結合多元的記憶 那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轉型正義成功的意思 小股底開示 我們如果有能夠 有能力去建立一個多元的記憶 是讓我們一個 或有不同想法的人 所謂的不同的族群 或是不同的社會階層 我們能夠 這個東西可以讓我們的社會關聯 跟社會關係 能夠再建立起來的這個記憶 他如果有一天 我們照出來的這個記憶 那我相信我們轉成這一 大概就真的是轉過去了 這樣子 好 那那個 我要為主辦單位 在做一個宣傳的 就是今天晚上活動 非常謝謝大家 因為我們本來以為 這個議題超冷 也有人會來跟我們講 我們今天這樣 買到這樣 我們大家有一點 就是非常感動 那明天晚上呢 225晚上還有另外一場 明天呢 是到人權辦桌說唱會 說唱會 顧名思義就是又說又唱會 你也的主角呢 是我們的聲哥 他會繼續 聽我講 他很累 他最近他很累 哈哈哈 我們的聲哥 還有呢 我們的看前輩 我們的 不要講 對不起 昆哥 這個叫做昆哥呢 他是他們兩位 這個搭檔的 一起為我們帶來 他們對他們來講 這段的整貨體面 最有意義的一些歌 然後他們上這些歌 你會唸出他的故事 所以你就馬上 一樣是七點嘛 對不對 七點對嗎 對 對 七點對 七點 同樣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歡迎大家再回來聽 然後呢 也會有一些歌手 歌手來幫他們辦唱這樣子 那 另外就是現場呢 我們也準備了一些人權辦桌 人權辦桌 我們的志工凡非常的厲害 他們在那種 我來運動的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很精采的舞會 這樣 那 那今天我們就在現場 就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帶回家 那就是歡迎大家碰我們唱 那2月29號那一天呢 基本上我們的開半桌的那個桌本身呢 是留給 就是那個 我們的這個就是 就是這個整齊貝 跟我們的家可規則 可是如果你願意來 在旁邊畫下的話 也會歡迎你一起來參與一下 可能就帶個便當 但是跟我們一起去 那一臉呢 是在那個 呃呃呃呃呃 你等一下 鑑江 鑑江 你自己的光圈 是的 不是 鑑江 鑑江那些老公啦 大家有沒有很生氣 好 去鑑江 我倒軟記 沒有人知道 對 就是那個地方 然後呢 嗯 現場也會有一些 我們也會有一些活動這樣子 所以還有一些街友卡拉OK 會是很非常熱鬧場的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有空的話呢 是下禮拜一晚上六點鐘到那邊來跟我們一起說說唱唱 那我就把回饋品再說一次 回饋品你旁邊有扑貨 有興趣的趕快去看一下 那就把主持就交換給主持人 謝謝 謝謝 保持入我們時間的限制 所以我們今天要活動到這邊 但是再提醒各位 這個人權伴桌在FYMD上有募資活動 目前大概85% 我們希望到明天看到的一到百分之百 所以歡迎各位到下面贊助這個活動 也歡迎各位在229當天也到現場去贊助現在就對了 好 謝謝各位 然後也再次掌聲感謝我們的四位分享人 謝謝各位